大家好 我是孫敏喜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今天是怎么看四个字 爱为混乱 先讲讲股 今天的讲股走势就认真麻麻 轻轻低开之后 就一直跌 跌幅持续扩大 到下午跌到三百多四百点 到最后更加惨 跌到五百六十八点修市 收30665 成交1154億 今日市跌得厲害 三桶油是其中的主要下跌動力 看到了 中海油跌6% 上升距離都沒有了 加上最近比較強勢的油邦 都要跌4% 令到市就這樣回軟500多點 說回情況 市今日大跌是甚麼原因 回到一點點提到四個字 外圍混亂 外圍點混亂法 分兩方面講 一方面就是政治 政治又不能不提 就是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 外圍的政治混亂都跟他有關 第一方面就是關於中美貿易情況 美談判本來週初 傳出好消息 中美達成六點共識 但是搞一下搞一下 這兩天的形勢又急轉直下 因為特朗普又反口 令整個形勢反轉 港股又反覆下跌 三反 怎樣反口法呢 第一方面 特朗普就說 對於剛剛完成的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 不是太滿意 第一個 第二個就說 就中興的事件 並未達成協議 之前有報道就說 中國和美國就著中興的情況 就達成協議 就說 罰款增加 以至中興管理層的一個變動 美國就收貨 就可以撤銷 對中興禁令 之事換言之 美國的公司可以重新賣回晶片 給中興 這樣說 但是特朗普就說 並未達成協議 這個當然 就對中美貿易談判陰影 就重新籠罩 之前大家以為 可能暫過一段落 中美貿易摩擦 現在 特朗普這樣說 已經令整個形勢 又轉回 加起來 更加令大家要提防 就是 除了特朗普之外 美國參眾兩院 好像想插手整件事 提出 限制特朗普 放山中興的權力 換言之 他都不想放山中興 美國參眾兩院 顯然為選票考慮 美國參眾兩院 插手事件 隨著美國國會的介入 更加令整件事件 更加複雜 形勢更加難猜 這就是混亂之一 就是就中美貿易談判 混亂之一就是北韓的情況 本來6月12日 美國和北韓會舉行會談 但是隨著上個星期 金正恩突然說可能不參加 之後形勢已經有了變數 到今個星期 特朗普也說 整個會議舉不舉行得成 都不知道可能舉不成 這樣說 換言之 本來大家憧憬 美國和北韓在會議裡 可能達成協議 令北韓的情況 或者半朝鮮半島的情況 改善 有和平的希望 現在這樣說一說 令整個形勢 又有點蒙襲了一層陰影 究竟會不會談得成 肯定就是6月12日之前 仍然的形勢會反覆覆 你一言我一語 令不明朗因素 一直存在在股市裡 困擾著大家 這就是政治上的第二亂 與此同時 經濟亂 經濟亂在哪裡 就是在新興市場 這個具體情況 小弟是今期iMoney都提過出來的 簡單來說 主要是新興市場的匯和債 是近期持續收押的 根本原因 看一看 就是微匯指數 微匯指數持續向上 令到新興市場的匯 首先收押 接著債也收押 最新微匯指數見 沿著上升軌向上 已經到93.9 進一步就逼近94 其實之前穿過一下 接著會匯又上去 現在重要的阻力是95.2 如果穿了 微匯指數的強勢會更加確立 可能直撲到99至100 這個水平 在美匯強勢之下 新興市場的貨幣當然有備受壓力 先是阿根廷披索 就跌到一扣一扣 接著情況蔓延了 明顯到亞洲 先是中東那邊 即西亞 或者叫做西亞的 土耳其里拉就受壓 上星期已經跌到挺厲害的 今個星期又來跌國 又再創歷史新低 在土耳其里拉的跌勢之下 亞洲另一邊 之東南亞的印尼盾 都受到沽首 印尼盾沽首 連整個亞洲股市的氣氛都受到打擊 所以今天 亞洲股市普遍都是偏遠 看到 這就是台灣的指數 跌了0.5% 日本跌得更加厲害 1%有多 都是受到新興市場的氣氛拖累 以至亞洲股市整體反跌的多 升的少 在這情況之下 對港股自然構成壓力 所以外圍形勢很混亂 但港股技術走勢相對清晰 就是偏遠的機會大些 看看恒生指數走勢 看到了 今天一支大陰燭跌下來 而且一日之內 就跌穿了四條平均線 10天、20天、50天和100天 都一日之內跌穿了 成交又增加了 我剛才提及過 是1,154億 最近市場上升的時候 成交通常都是1,000億 留下 甚至1,000億左右 但是跌市的日子是1,154億 顯示下跌動力都比較強 加上期指又低水 收補30545 跌6881點 跌幅比現貨大 整個形勢都在港股向下 繼續尋找支持的機會大些 主要支持在哪裏 第一個是上升列口支持 就是30568至30712 補回一點點 最重要是支持30568 如果失手賣 可能要再次 下次三萬點心理關口 好時間關係 今分析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